大家好,我是任文宇社会学部院长 今天非常高兴能为大家介绍我们学部的特色 我们学部最大的特色是我们有非常国际化的教学队伍 我们的诗词里面有80%以上来自于海外以及港澳台 在我们诗词队伍里面有一半以上的教师是具有博士学位 我们学部专业分别属于三大类 第一类是传媒类 包括国际新闻学、公共关系与广告学 UIC国际新闻学专业把传统新闻学与最新的媒体科技实践相融合 带给同学们非常不一样的国际新闻事业 系内不仅设置了媒体理论等课程 还设置了新闻广播、新闻摄影、编辑实验室等实践课程 要求同学们将理论投入实践 加快掌握报纸、杂志、网络、广播及电视新闻的制作技巧 除此之外 同学们也在制作系内实习报刊、珍珠报的过程中 熟练掌握新闻、财、写、编的制作与流程 作为一名RG的毕业生,我们有着良好的就业前景和留学前景 在就业方面,我们能够从事的职业是很多样的 国内外传媒如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新媒体、编辑、策划、新闻评论、政府公关宣传 在留学方面,毕业生也可以在香港、欧美大学的新闻、新媒体、传播学等专业深造 PRA主要的课程包括理论类的 例如传播学理论、公关与广告原理、消费者行为学 还有技术类的课程,比如公关门案写作和电脑视觉设计 在这些课程里,我们会学习如何制作各类公关广告相关的印刷品、音频和视频 同时,我们还有策划方面的课程,包括公关与广告管理课程 在这些课程中,我们会获得自己实践公关广告活动的机会 从提出策划案到执行,都有我们自己操作 我们专业的教师包括传播理论的博士 在公关领域与设计领域拥有多年从业经验的老师 总的来说,在PRA学习,能让我们充分掌握公关、广告 整合营销传播的专业理论与技能 熟悉媒体和活动的策划、设计与制作 培养创新意识,并把我们培养成塑造企业形象和品牌传播的专业人才 经过PRA四年的学习,我们将有机会前往金山远建企业 尝试画报、中国联通、澳美等国内外知名企业进行实习 这是一次难得可贵的经历 也是我们PRA学生把学习到的知识与理论应用到实际操作中来的机会 在未来的就业当中,我们将加入政府、媒体 与国内外的知名广告与公关公司进行工作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选择前往国内外知名院校继续深造学习 第二类是英语专业类,包括翻译和英语 英语专业的语言 语专业的语言 背景提供一顽使用了学习专业 专业的语言 通过学习专业 专业的语言 对学习专业的语言 but also their abilities through the wide range of bi-cultural and bilingual course settings. This program composes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together so that the students we can actually learn from real life practices. Fresh graduates of 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 can engage in th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world of relevant fields including government, education, economic, media, tourism, finance, and so forth. For some students who want to obtain a higher degree and pursue their academic achievements it is common and appropriate for them to start further in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or overseas in the programs of applied transl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linguistics.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students graduating from 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 will have a broad and promising prospect in the future. 英語、語言、文學士課程 培養學生優秀的語言能力 提高他們的實用口語及寫作溝通技能 通過不斷的實踐 讓他們將來能夠在全球眾多行業中一展身手 同時我們為每位學生提供不同專修領域的選擇 學生可以從專業英語傳譯、英語文學和英語教學三個領域選擇一個 作為專業選修 實踐出征之 實踐出征之 因與專業學生在三年級有實習課程 可以將課堂學習的理論知識應用到社會職場環境之中 為將來就業或深造做準備 第三類是社會學類專業 包括政治與國際關係學 以及社會工作與社會行政學 政治與國際關係學專業的必修課包括了政治學討論、中日和中美關係的研究 除此之外 我們系還有擁有來自研究中東石油、香港政治以及全球化的專家 所以四年的本科學習 既讓學生學習理論知識 也掌握現在國內外所需的基本專業技能 培養學生對全球體系領域的專業理解 能清晰有力的詮釋社會、經濟以及政治的問題 經過四年的專業課程的學習與輔導 政治與國際關係的畢業生可以在政府相關機構 譬如各大理事館和大使館 和傳媒相關的工作 社會工作與社會行政是一個跨領域的學科 課程內容包括專業社會工作知識、技巧、原則的訓練 以及社會學、社會政策、福利、管理、法律、心理學領域的學習 將學生塑造成中和性的人才 社會工作與社會行政課程依照國際化標準設計 由香港和歐美的業內權威教授進行授課 在博雅教育的影響下 教授們會在課餘時間與學生交流 分享自己的從業經驗以及以往經歷 在累積了三年的學習後 學生將在大三暑期赴港參加不少於九個星期的實習 並且會有經驗豐富的香港社工為學生提供專業的讀導 通過四年的學習尤其是經歷了兩次實習後 我深深地感受到SWSA不僅培養我們的專業知識 更重要的是教會學生尊重、接納和理解 同時對我們身處的社會和自我都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我認為了解自己和學習做人 對年輕人的成長來講是至關重要的 在國際新聞系的四年裡帶給我的十一段超過想像的視野與體驗 我的老師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媒體精英 國際新聞系給我的一切至今依然受用 I wanna say thank you UIC The whole person education really makes me a whole person 我們的專業中心內地振動 AWaR center offersforces and activities and five foreign languages I love to learn Korean language I love to learn Korean language I love language I love to learn Korean I love to learn Korean I love to learn Korean I學了三年來韓 Me gusta ¡el Club de Español de UIVA! Vamos junto, tú y yo! 我们帮助学生开拓国际事业 起发展国际事业 欢迎来到外国语言文化成绩 跨文化学术研究所 隶属UIC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 其使命和愿景 是从跨文化的角度 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的领域 开展相关研究 并组织学术研讨会 研习会及访问活动 跨文化学术研究所的目标 主要是促进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的科研 发展交流 组织网络及宣传 增进跨文化创造力 跨文化学术研究所 通过定期举办各种形式的活动 发展科研文化 积极建立并加强成员之间的潜在合作 同时 跨文化学术研究所 为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的师生 提供机会与奖学金 支持其创意文科创作 最后 我们热切地期望 对我们学部的专业 有兴趣的同学 能够来到UIC 加入我们学部 大家一起来努力学习 谢谢 谢谢 多时间 还是 有兴趣的 嗯 放中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